大家早在聊戴老师说天气的时间了 在礼拜六的时候你出去游玩 有没有感觉到非常的炎热 而午后震雨的状况呢 在整个山区的部分都有发展 对了 现在台湾的山区的午后震雨 是因为热力作用的降雨而造成的 不是跟台风有关 所以呢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这个讯息上面要正确 那对于我们的天气系统来说 在今天的话 你一样好好安排你的户外活动 海面风浪 平静 高山部分 午后震雨 中午的天气炎热户外活动 两件事情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 你一听我说 那现在台风呢 现在台风还在逐渐的往南走 所以离我们是越来越远 不过未来到了下这个礼拜二到礼拜三的时候 它的路径方向来说开始确定以后 我们就要特别注意 它会不会接近我们了 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先来注意到 在我们台湾的东南方海面上 这个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 另外一个第十号台风呢 已经到达日本的东南方海面 这十号台风走得非常快哦 每小时超过45公里的速度 朝着偏这个东北的方向 逐的再逐渐的要转偏东北走 现在是转西北的方向 再走转北北西 之后会转东北 所以对于日本来说呢 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因为这个系统呢 会在日本的远洋通过 而我们从这张最新的这个路径前示图上 就可以注意到10号台风未来会到了日本的 辞城东方的远洋海面之后 再转偏东北变性成为温带气旋 再来我们要讲讲在我们台湾的东南方的海面上的 这个9号台风了 9号台风目前的话呢 是个中度台风啊 强度的部分呢 随着它到达了菲律宾旅宋岛的东方海面 这边海温比较偏高 所以呢 在今天到明天这一段路径当中 它的强度还有机会再增强一些哦 但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它现在往南走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南亚高压的增强 使得它逐渐往南走 那要等到了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时候呢 才开始又逐渐在转北 因为南亚高压要退了 不过南亚高压怎么退 就关系到台风的路径走向 你可以注意哦 这是中央气象局的路径哦 再来呢 你也可以注意到 在日本气象厅的路径上面来说 它也是预报在周三到周四的时候 会接近台湾 而且比较偏北 可是这个路径来说 在未来的24小时到48小时 都一定还会再修正 因为最重要 现在只是预测南亚高压退缩的程度 但是南亚高压退的整个的程度 跟它的退缩的方式 那就取决到台风的路径跟走向了 所以呢 之前我在气象里面 就一直跟大家提到说 等到礼拜二 我们再来看看这台风路径要怎么走 因为现在都是用电脑模式算出来 当台风没有走之前的时候 整个路径模式 都只是在揣测 那我们先来看看 未来一个礼拜 如果以气象局的资料来看的话 可以看到 北部地区的好天气可以到周二 周三开始到周四 会受到外围的云层影响 或者台风的云系影响 而降雨状况会增多 而到了中部地区呢 也是一样 好天气呢 稳定的午后震雨天气 到礼拜二 甚至到礼拜三白天 礼拜三到礼拜四 三的晚上到礼拜四跟五的时候 将台风会影响到 那再来南部地区的话呢 礼拜二之前好天气 礼拜三以后开始受到外围云层影响 那目前来看的话 如果以现在这条路径走的话呢 当然就台风的整个移动的方向来说 预估就会在周三的时候到周四会影响到我们台湾上空 不过这变数还非常的大哦 因为最重要还是在于说 取决于整个到时候它北转的角度 跟北转的方向而定 所以呢 在目前来看的话呢 现在这个时候 只是用一个模式预报上面看到它会走 但时间点来说 我们要等到礼拜二以后呢 南亚高压要退缩 整个退缩的程度跟退缩的状况 那就可以更明确知道 这台风的路径将会怎么走法 不过在今天你可以注意到 我们这个九号台风 目前在菲律宾的东南方的海面 未来还是24小时到36小时 还是会偏南的方向移动 之后再开始往北偏 所以对我们来说 它是越来越远 在今天近海风浪小 山区部分有午后震雨 另外呢 中午的时候平地的部分的活动 特别注意哦 温度偏高 户外活动要防晒 要补充水分 好 那这个稳定的好天气 可以持续到礼拜二 那之后就要看看台风的路径跟走向 际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